哈喽,大家好 我们来看看Dayan Dayan是我酸剑论股YouTube Channel里面 一位慧原所问的股 他的形态呢 老实讲,你可以看到很清楚这边有这个 他的筹码呢 都是在这个区间里面 盘整住 他股价也是在这边盘整住 他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这两根 KC 如果你把这两根KC 连起来的话呢 就会形成一个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KC 所以 只要他股价没有涨上去这个KC的最高价 老实讲啊,你都暂时都不要动他 你可以看到之前的时候呢 他 他这几天,他这两个礼拜啊 这边啊,都是没有本事 站稳在最高价这边 这边最高价 没有本事站上去 不要挡下来了,上去 这边又挡下来了 所以基本上如果他没有本事 如果股价没有涨上去的话呢 也就是多少钱 这个咯 这个KC 大概是9毛钱 基本上呢,他都会在这边盘整 他会在这边盘整 就是大概是8毛钱 到9毛钱 区间盘整 就是等方向咯 我们不知道他盘整了之后 最后的时候 他是会突破9毛钱呢 还是会跌破8毛钱 这个东西我们不知道 只是可以等 继续观察 看下他会去哪一个方向 然后我看来呢 他下跌的方向呢 是高过的机会呢 跌破8毛钱的机会呢 是高过突破9毛钱的机会 这个是我看到的东西 可能会看错的 嗯 所以呢 最好还是等方向先吧 就不要急 因为等方向就是说 你的钱就放在银行先 等他跟你讲 我突破9毛钱了 或者我再破8毛钱了 这个时候你才做决定 要不要去介入 OK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为止 并没有任何买卖建议 谢谢大家